大家好,欢迎收睇前玩科技 相信不少人都会看过多拉A梦 或者她的前身叮当 无论你讲哪一个,称呼都好 这一套卡通片相信很多人都会熟悉 卡通片里的百宝袋总会有无穷无准的道具 令人很羡慕 今集我们请来双智谋略知新科技顾问 凤德聪Po上来讲讲一个将多拉A梦的法宝成真的计划 Po 你好 你好 将多拉A梦的法宝成真 听上去已经很吸引了 好像童年梦想成真那样 其实日本已经有做了一个调查 就是问一下网上的受访者 你最希望多拉A梦当中出现的哪一种道具成真的 这个调查结果是怎样的 你五个产品其实不出大家意料之外 首位其实大家都估得到 其实现时来讲 我们大家最喜欢的当然是随意闻 歌都可以唱 但另外那四件事其实都是学生因物 第二件事就是记忆面包 我记得我小时候看完这个多拉A梦 最想最想是考试前就拿到几块记忆面包 这样就没得顶了 一定不会肥老 另外就是触听行 触听行其实是很多人的幻想 虽然已经证明在物理上 这么小的竹青旗很难将人飞起 不过作为一件梦幻道具 它的位置也是很高的 这些道具始终都是理想中的道具 现实中很多科技都没做到 也都用不到 日本有公司发起了一个 我将多拉A梦发布成真的计划 内容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叫潮玩科技 科技是怎样来的呢 原来科技其实是由梦想来的 多拉A梦其实是很多日本人 由小到大的梦想 他们都是希望可以有这样的发布 刚才那个调查 你看到第一位是随意闻 你都明白到其实是很多人的幻想 和梦想来的 问心我做科技 其实也是很仰慕多拉A梦里面的发布 所以在日本是一间公司 它连同其他中小企业和科技公司 希望将一些可以做出来的多拉A梦的发布 做成真的 他们叫做四次元口袋计划 大家都知道它的八口袋 其实正式的名字叫四次元口袋 可以装到很多东西 这个四次元口袋计划 暂时来说是一段短时间 也已经有几件实际的产品做出来了 虽然不是什么超级高科技 但是对于我们这班多拉A梦迷来说 这三件产品其实令我们很开心 第一件成真的发布又是什么呢 第一件成真的发布 其实我们的电话已经做到的 就是这个自动象棋机 在多拉A梦里面 这个自动象棋机 其实是一部相当大的机器 它真的可以拿起棋 放在它的位置 给你捉棋 当然 里面也牵涉了不同的成像科技 例如是一些变形科技 一些OCR的技术 去认到每一只棋 接着就像我们电话里面计算 那些自动玩棋功能的游戏 它就会行下一步 当然它就有机械臂 这只机械臂 就会拿起棋 放在适当的位置 现在你看到的 就是科研团队想把这一部 漫画里面的机器做到真的一样 机械手的设计 和相关的螢光幕 和有关的镜头 全部都和多拉A梦的发宝 是差不多接近一样的 很吸引的 另外两件发宝又是什么 第二件发宝就很好 大家都可能试过 在一些很吵架很远的环境 就想和另一个人说话 但别人听不到 或者你可能站在百公斤 就说 喂你扭了银包啊 要叫到很大声 多拉A梦这件发宝 就是远距离的麦 或者我们叫麦克风 做出来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支手提的器材 你对着它 小声地说 就可以将声音 蓄成一个较小的角度 传得远一点 让外面的人听到 现在你看到的 就是实际画面 来很远 对着它说话 可以听到的 其实也不是什么特别 超高科技的东西 总之你用到一些 Soundwave的控制器 例如一些小型的 风鸣器 或者喇叭 将声音 较到一个较为小的角度 就可以传得更远 这件道具也是可以实现的 第三件的道具 是不是今年才推出的 是的 第三件的道具 在2015年这个年头 就开始做了出来 大家都可能会看过 一个很理想的地方 就是原来可以在家里去旅行 DALLA AMONG这一集 其实我是很喜欢的 因为旅行那么正 但又不用走出家门口 对我们这班 躲在家里的宅男来说 简直是没得支持的 这件道具 完全满足了我们的愿望 但原理方面 其实是相当简单的 可能大家也有去过太空管 太空管的投影机 其实是一部大型器材 这一部器材 就照着DALLA AMONG里面的造型 再加上另外的功能 例如遥控器 你会看到这个视频 只要这件器材 运作 就可以将一间空白的房 变成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山上 海底 甚至太空 闪了灯 大虹多高兴 你可以带上太空 去海底看雨 都是在房内进行的 不需要去海洋公园 或者是任何这些 要长途拔蚀曬太阳的地方 有冷气可以落桌底 都不错的 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这种产品 会不会不够的将来 香港都可以卖 今集麻烦你阿波 潮华科技时间到此